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今天用鸭肉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 起来看看吧 先把鸭肉切成小一点的块 锅内加水,凉水,下入鸭肉 加入料酒,大火煮开 利用鸭肉焯水的时间 准备一下配料 杭椒和小米椒都切成小段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做这道菜,准备一斤生姜 我们要准备这种鲜姜 去皮以后切成薄片 准备一头大蒜,给它切成蒜粒 水开后撇出浮沫,将鸭肉捞出 热锅加油 油热以后放入清洗干净的鸭肉 翻炒一下 炒至鸭肉发黄 就像胶边 把它盛出来 还是用刚才锅里的油 放入小米辣,蒜盖,一半姜蒜 还有葱蒜,炒香 炒出香味后 加入一勺紫生豆粑酱 小火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后,放入鸭肉 翻炒均匀 加入松葱 加入盐 再翻炒 翻炒出香味后 加入啤酒 炖鸭肉一定要用啤酒 去腥效果,特别好 大火煮开后,改为中小火 盖上锅盖,炖30分钟 30分钟后,打开锅盖 开大火,收起汤汁 蒙头,放入剩下的姜和辣椒 翻炒一下 翻炒至鲜姜断酸 一道美味的鲜姜烧鸭 就做好了 夏天吃这个美食,消暑又开胃 我是修丑娘,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明天见